你知道我一直好奇什么吗 独角兽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把一根脚插在一只马的头上 又在上面撒魔法亮粉 说真的 你很难不像小孩一样好奇地问到 独角兽真的存在吗 人们已经想了三千年有了 所以我决定好好调查一番 好的 回到这个我们几乎到处都看得到的雄伟生物 从咖啡杯 冰淇淋到美容产品 文具 小孩的玩具 到处都是 但我最不解的是 为什么独角兽让大人为之疯狂 就像四岁小孩一样 是因为独角兽是奇妙魔法 美丽天真 独特又难以捉摸的象征吗 让我们从渊源看起 根据传说 独角兽是狂野的生物 住在森林里 是优雅和纯洁的象征 它们是强大的野兽 所以要抓到一只比登天还难 它们的脚更具有治愈疾病的力量 或使有毒的水可饮用 哦 独角兽还很虚荣 它们能看着镜子或湖水倒影里的自己好几个小时 这个有趣的小知识我还真不知道 我一直想象独角兽长得像美丽的白马 额头上还有一根螺旋状的脚 我想这也是多数人的想象对吗 可想而知 当我发现这并不是唯一对独角兽的描述时 我有多惊讶 根据许多传说 独角兽看起来像山羊 除了有根独角外 它们还有山羊的胡子 藕蹄和狮子的尾巴 事实上 这个对独角兽不怎么美丽的描述 是较传统的版本 我还很惊讶地发现 独角兽在很多文化里都有 虽然它们的长相有点不同 独角兽最初被提及是在四世纪的时候 希腊的一名医师 克特西亚斯从旅行异地的旅人口中 听到这个不寻常的生物 它们的描述是 一种比马还要大的驢子 有白色的身体 深红色的头和蓝眼睛 而它们的额头中间 有一根黑红白相间 超过45公分的角 中国也有它们自己的独角兽 它们称之为麒麟 这种生物身上有不同的颜色 还有一根3.6公尺长的角 从头颅窜出 人们相信麒麟会带来好运 就在我认为独角兽是巨大如马的生物时 自然史 一本十二世纪记载 不同野兽和传奇生物的书 竟提到 独角兽的体积 只和羊宝宝差不多大 所以根据这本书 如果一只独角兽站在你旁边 大概只比你的膝盖高一点点而已 无论如何 我都相信人们相信独角兽的存在好几世纪了 而除了传说外 更有许多人们第一手的口述故事 描述他们与独角兽的面对面接触 其中包括了凯撒大帝 马可波罗 亚里斯多德等名人都探讨过独角兽的特质 有些人相信独角兽是真的存在 但住在偏远遥不可及的地方 但有些人则认为独角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绝种了 但就在这时 我读到一个科学理论 印证独角兽真的存在 只不过不是你我想象的那种独角兽 我们口中的魔法生物其实是一种板齿兽 它们是一种犀牛 住在欧亚大陆的草原上 独角兽也被称为西伯利亚独角兽 是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 额头上有一根如长刀的脚突出 板齿兽在冰河时期就已经绝种 但在世上的时间足以让艾文克人 一个居住于北亚的民族 将其记载于传说中 在他们的民间传说里 独角兽被形容成巨大有黑的牛 头上有根独角 知道这件事后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所以独角兽其实是巨大的犀牛 看看这两种生物的名字 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犀牛 Rhinoceros 字根来自于古希腊 意思是鼻上的脚 Nose horn 而独角兽Unicorn 则从拉丁文的Unicornis而来 一指独角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该拉丁文也是从希腊文 单角翻译而来 在我听来就是犀牛啊 除此之外 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 曾形容这个独角的动物 有着马的身体 鹿头 象脚和狮子的尾巴 而从它们头中间突出的 正是一根黑色巨角 这不是在形容犀牛吗 我觉得是 这些事实都让我相信 犀牛和独角兽就是同一种动物 但我又想到独角精 它们被称为海里的独角兽 有一个理论认为 独角精启发人们创造出独角兽 美丽的传说 事实上 许多人到现在还是认为 独角精如同独角兽 是民间传说和迷思中的生物 不过独角精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是海里的哺乳类动物 也是白精的亲戚 它们喜欢北极冰冷的海水 靠近挪威、俄罗斯、加拿大 和格林兰岛海岸 但90%的独角精 住在加拿大和西格林兰岛间的八分湾 独角精最显著的特色 就是额头中间看似脚的长牙 至少我以为那是脚 但那其实是全尺 它可以长到长达2.7公尺 且是从独角精左侧的嘴巴突出 事实上独角精只会有两颗牙齿 而且只有雄性独角精的上牙 会超出嘴唇 长成螺旋状的长牙 而雌性独角精的牙齿不这么显著 也不会突出嘴巴 有时雄性独角精障碳下会有一对脚 那是因为它们的两颗牙齿都超出上唇 就像我刚刚讲的 根据许多传说 独角兽的脚是魔法的主要来源 而独角精的脚也是一样 但它们的法力不同 独角精的脚有感官的能力 独角精的牙齿因为没有法郎值 所以每当海水流过它们牙齿的神经末端时 它们能分析周遭环境 感受海水的温度和咸度 这不是魔法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的认知是 犀牛和独角精都有可能是神秘的独角兽 但正当我要结束研究时 我看到一个东西 让我觉得我的结论下得太快了 万一独角兽其实是独角鱼呢 这太明显了 独角鱼又被称为环纹鼻鱼 住在红海和印度太平洋一带温暖的热带水域 有些环纹鼻鱼的品种有又长又瘦的脚 通常在它们发育成熟时长出 单脚鼻鱼能长到61公分长 而它的脚则能长到6.3公分 就算是科学家也不了解 为什么它们要有脚状的鼻子 在我研究的这段期间 我认识到许多又新又令人兴奋 关于独角兽和其可能的亲戚的知识 但我自己还是没办法 对它们的渊源下任何的结论 你呢 你相信哪个关于独角兽的故事呢 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吧 也不要忘记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然后点击订阅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